各位老朋友好 今天我们来一场UFC的模拟的比赛 大家可以看到是巅峰泰森 巅峰泰森来对锤子 来对锤子 让我们开始这场比赛 两个人从来没有遇见过 只有在游戏中才能碰见 让我们来进行这场比赛的模拟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 电脑对真电脑最高的难度 看看结果会是怎么样 泰森巅峰泰森能否打过UFC中的强者 首先入场是锤子 锤子是来自荷兰的吧 荷兰的一名选手 格斗家综合格斗家 那么他呢 他战胜过WWE冠军UFC重量级冠军布洛克莱斯纳 所以这个家伙他也得过UFC的重量级冠军 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家伙 而且他还打败过桑多斯 孤尼奥桑多斯打败过这个巴西的那个冠军 现在出场迈克泰森 迈克泰森不必做太多的介绍了 世界拳王拳击 重量级拳王 无人能敌 曾经无人能敌 这个泰森是年轻版本的泰森 也就是说他是巅峰期的泰森 应该是没有犯强奸队之前的泰森 迈克泰森 霸气出场 对比两个人 两个人实际上身高相差很大 泰森是1米78的身高 而锤子是1米93的身高 臂展泰森也不占优势 但是泰森在拳击类台上 KO过无数个比他身高 这个快头大的选手 锤子怀疑他吃过药 我说现实中 之前游棋和布洛克莱斯纳比赛的时候 锤子身体的快头感觉像游戏里的人物 但是后来这个锤子呢 他的身材就有些变化 他这个快头就变小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啊 怀疑他可能是有用过药 当然这个用药现象在UFC这个比赛中也是发生了好几次了 好几起这个UFC的这些冠军啊被查出来用了违禁药 包括古人琼斯前一阵也是被查出了用药 泰森来自美国布鲁克林全网 吹到比泰森高了一头啊 我靠 锤子居然不碰拳套 锤子这样这个藐视泰森 锤子要小心了啊 开打 双方开战 泰森上来就猛拳 猛拳攻击 漂亮漂亮 锤子绝对不能和泰森比拳啊 是板输的事情啊 这应该多利用这个拉开距离啊 哇靠哇靠 泰森全都是非常的快 而且泰森的脚步和他的这个躲避能力非常强 看锤子 锤子现在用脚 看能不能把泰森给摔倒在地 哎 大鱼锤子 刚才差点大鱼锤子 锤子不行了 赶紧把泰森给摔倒地上 呀 缠斗 这个泰森就完了 缠斗 泰森哪是低面积啊 泰森根本没有低面积 哎 我靠 泰森也用肘 泰森用肘 泰森全都吃泰森一拳道 他基本上真的就是懵了 也就锤子还能有这种抗击打能力 看一看泰森怎么对付锤子 如何对付 哇靠 一面缠斗啊 这个绝对不是泰森的强项 泰森应该赶紧摆脱这个陷阱 否则就会被锤子给降服 虽然锤子这个降服技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对付泰森还臭臭有力 在这个中国格斗里边 格斗家里边 锤子的这个地面积不是不算强的 但是泰森纯属是没有地面积 哼 哎 起来了 好 漂亮 哇靠 哇靠 泰森这几拳 哇 我在屏幕外边都听到疯声了 哼 哎 哇靠 锤子这个脚踢盖 哇靠 锤子用泰拳 比战力这个 还是泰森占据优势 泰森占据绝对优势 战力技 哇靠哇靠 哇靠 哇靠 一回合结束 泰森这个 泰森这个喝水瓶像奶瓶啊 像这婴儿用的奶瓶 泰森 我们刚才看了半天 这一拳看来是对锤子 打的那个很疼 所以赶紧 我靠 我靠 这啥动作 这排美女 美女 美女好 开打 第二回合 泰森 卡卡 保持距离啊 跟泰森 泰森的一圈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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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靠 我靠 哎 赢了 泰森 KO了 锤子 我靠 太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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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Algun 我靠 我靠 太猛了 太猛了 跟帠 有 anything 我正在 我和我 我 unto 泰森怎么还上脚 一下子锤子就暈了 一下子锤子就不醒人事了 泰森成功KO锤子 好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在第二回合泰森就 以KO的形式 干掉了对方 赢得了比赛 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 其他比赛再见